啊 果然是同樣大的大高老大 出場就是不一樣了 活動首先以生動活潑的舞台劇看場 搞笑的橋段成功吸引在場所有學生注意 小餅般演身受K他命要以說苦的學生 意想只是以好友的身份 成功的勸告朋友勇敢擺脫毒品 全場學生反應熱烈 他們都編劇耶 然後他們還要演練 而且一個人身兼兩腳 萬一有人不能來的時候 他們還要馬上可以立刻反應出來 真的喔 這是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是花了很多心思 整場都在開心 好嗨喔 因為其實他們需要的 小孩子嘛 就是需要我們幫助他 我們愛他 了解他們的需要就行了 藝人學阿甘表示 濫用藥物毒品問題有著年輕化趨勢 吸毒不僅危害青少年健康 更足以摧毀其前程 造成社會問題 希望欣欣學子能夠認識毒品的危害 勇敢像毒品說NO 讓我們的社會更健康 應該是要自小孩就把他拉回來 不可以讓他走不到路 拍路一直走下去 因為國中生他自己要不可以分辨說孫婦 國中生來說也是要再茫茫廟廟啦 不可能去參加這個黑道的 藝人廖志成指出 避免學生四級毒品應當從校園開始仿製 若發現同學有異狀都應該勇敢提報 共同建構安全無睹友善的校園環境 周遭大家朋友都可以去提醒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和同學 如果說如果有法國道 我們的同學有異狀的生活 是覺得同學應該要趕緊跟家長 或是跟老師做一個通報 透過通報趕緊來做一個輔導 因為吸毒不只會危害身體 對整個家庭 對你整個社會 對你整個將來人生的前途 都都是非常不好的 有鑑於校園毒品氾濫問題日益嚴重與惡化 縣政府及藝人團氣劇團等單位 共同舉辦反毒反黑反霸凌宣導活動 希望讓學生了解毒品的可怕和傷害 民意新聞洪藝倫 普理採訪報導